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梗 今天继续来玩百倍生存 哼 这群臭野人又把我家给占了 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看我神功 轻轻松松就解决了 角落里还藏了一个 走你 不过家里乱吃一坨 还是让我用毒胆大法来修复一下吧 经过我跟某人的一番努力 可算是把城堡修复到完好如初了 还顾了几个把握大哥帮我看守 这样就不怕被野人偷家了 我的天 哪里来的爆爆蛋 还有守卫给力 不让我就狗带了 怎么会有张纸 谁呀 到处来人拉起 这么没有公德心 使团来信 原来是爆爆蛋的国王去世了 爆爆蛋举龙无首到处游打 嗯 这也太可怜了吧 就让我来帮帮你们吧 不过要怎么办好呢 这爆爆蛋前面就来爱的宝宝 谁顶得住呀 有啦 国王没了 我可以给他们造一个嘛 这就不怕群龙无首啦 为了以防万一 还是见原点的地方比较好 我可不想大半夜被炸飞 就在这里啦 正好四面黄海 这爆爆蛋还能飞不成 想要爆爆蛋不爆炸 大药桶肯定不能少 还好上次宝箱里有不少微杀 合成还差四杀块 这个好说 拿上我的大木棒 轻轻一焦 我的天 这还有个钻石块 不错不错 不要白不要 通通带走 这么多应该够了 回去合成炸药桶 刷一刷背包就满了 先用黑色印刷块 平铺时格 把爆爆蛋丸的框架确定出来 既然是玩 玩管当然不能少咯 像这样找一个小厨房 中间流空 中间的部分用橙色印刷块先填满 小小的眼睛 大大的迷惑 登登登 爆爆蛋的新国王就做好了 不过长官吐吐的不好看 让我给他装饰一下吧 地面像这样 一个炸药桶 一个地砖 这样就不用挤在一起啦 一旦一个坑 永不落坑 为了避免不小心把炸药桶点着了 四周放上南瓜灯 又亮又安全 接下来就只能玩肉身吸引一波 快过来 快过来 大功告成 以后就不用花爆爆蛋 起脸偷家啦 回家睡到家去咯 各位晚安